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夜声歌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索尼最新发布的半幅旗舰机6400 那大家也知道前一日子刚刚的进行了发布会 那我也非常的荣幸的并没有被邀请到索尼的发布会 其实我就在想啊 难道就是因为我的粉丝少只有125个粉丝吗 我觉得 好吧,可能这真的是原因吧 有个拆台的媳妇并不好过这日子 总而言之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你可以入A6400的三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Vlogger的必备机型 首先在我们讲之前呢 我可能要先跟大家坦白一下 我现在手里这个并不是A6400 我是A6500 像刚才说的嘛 没有被邀请 那就没有拿到工程机 那就没有办法做测评嘛 但是因为我经常用A6500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总而言之 我觉得第一个理由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Vlogger的一个爱好者 那我觉得你需要入这款相机 首先就是它有一块旋转屏 你可以把这个屏幕旋转过来 这样打开 然后去录你的节目 那这样就非常的方便嘛 你可以看到自己 对于很多 不是经常拍Vlog的人 如果你想拿起来要看到自己 可能你才会比较自信 不像一些经常做YouTuber的Vlogger这些人来说 他们可能就是已经习惯了 是什么样子 用什么镜头 对于不经常拍Vlog的人 想去入这一行的时候 可能看到自己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的自信 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小伙伴 你们可以去考虑入一个 再有呢 就是你知道6500或者6300 在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拍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可是你的旋转屏 或者是你的屏幕本身 并不具备可以在强光下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点呢 就会非常的让人头疼 你必须在阴凉的地方去看 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最新的6400呢 你翻过来镜头 镜屏幕之后呢 因为它有强光模式 那所以在非常亮的情况下 你在拍的时候呢 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非常的有用了 因为你知道自己有没有过报啊 自己是不是在这个frame里啊 等等这一些 一系列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强光屏 是配合了Vlogger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 那像6500 6300 其实就都不具备这些优势 再有一点呢 就是很多小伙伴去抱怨 说6400没有五轴防抖 那么我觉得其实 对于Vlogger来说 你的五轴防抖 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为你是要展现一个 你自己真实的生活 所以你其实一直在走 你如果走的话 不管你的机身里面的 这个embody 什么instabilization 有多么的强悍 都不会是让你看着非常舒服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可以有两点去进行offset 那第一点呢 就是你换一个比较广的广角 那比如我现在用的这个是10到18 那因为是全伏机呢 因为是半伏机 所以全伏的镜头呢 大概就是15到20多 那15这端 你如果去拍的话 即使没有 embody stabilization这个功能 就是五轴防抖这个功能 你依然不会觉得非常的看着不舒服 那我觉得广角就可以帮你去 把这一个小小的不足呢 弥补掉 但是我尽量也觉得 我觉得Vlogger还是尽量拍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动 偶尔呢拍一些动的东西就好 如果你真的有大量的movement在里面的话 我建议还是架一个stabilizer 稳定仪啊这种 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 再有呢就是像这款 像这款这个10到18的这款 它有OSS 就是说这个镜头本身是防抖的 所以在大家用的时候呢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当然了 A6500因为它有了这个五轴防抖 所以它也会比6400贵一些 那你要看了四五百块钱美金 是不是值得让你去升这个机 再有一点呢就是非常多的YouTuber 已经拿到了样机 然后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测评 那他们普遍认为呢 这个屏幕翻转过来的时候 插上麦克风就会挡住屏幕 虽然能看到一些frame 但是你是不能完全看到屏幕的 那解决方法呢 其实就两种 一种就是你就将就了 就当做6500来用 那可能这个反转屏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在你的小的手持三脚架下 上边呢有一个平行的出来 这边还有一个地方 一个coach 就是有另外一个mount 就是你可以把麦克风插在这边 那等于你举起来的时候 左边是相机 右边呢就是麦克风 你也可以这样去做了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样做也没有问题了 反正虽然看上去好像有点大 但是即使你拿A73或者A6500去拍 你上面架个麦克风 我觉得看上去也很大 在街上走的话 一定会招来很多人的目光的 所以我在这点上非常佩服Vlogger 虽然我偶尔也做一做吧 就是非常佩服他们当周围的人都看着 说你在做什么 就是我觉得承受压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Vlogger都是挺了不起的 另外一大理由呢就是说 我觉得作为A640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备用机 就是说你已经有了一台两台索尼相机之后 我觉得入一个6400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尤其是非常多的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比如说设婚礼的 设一些访谈节目的 你可以把6400架在一个地方 就完全拍一个类似于Timelapse那种延时摄影 因为6400本身是没有30分钟的录制限制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无限制的录很长 只要你的Battery时间够长 只要你的机身没有太过热就可以 那有很多人会说了 6500的机器也是很容易过热的 尤其在拍摄4K的时候 但是我看过一些YouTube的这个video 他们有一些这个Vlogger YouTuber他们进行了一些测验 那么就4K拍摄来说 6400可能是因为搭载了全新的芯片的原因吧 那么它在拍摄4K的时候 并不会产生过热的情况非常快的产生 并不会 它大概会4K拍摄可以一直录一个半小时 可能才刚刚发热 最终也是因为电池没有电了 所以就停了 那相对于6500来说 拍第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开始发热了 第二个半小时应该就已经 拍不了多久就已经快不行了 因为在我平时拍摄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去拍一些美式节目 拍一些访谈类型节目 你长时间的去设置 确实会变得很热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了 你就只能调回到1080 或者是再等一等再拍 我觉得就比较麻烦 这个就是我觉得它作为 就是一个B-roll 比如你拍婚礼 你放在哪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比如放在前面 新郎新娘坐的那个桌子 你就拍着他们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做什么 你就不需要再回来 再看一看时间到没到 我再按一下 我觉得这一点上非常的好 你可以一直的录制 如果你的Battery 可以拿一种External的那种 你可以录更长的时间 1080的话 这个Overheat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作为备用机上 我觉得6400 比6300和6500都要高级很多 第三大理由 那就是因为它是刚刚出的 6500我记得没错 可能两三年前出的 所以已经过了两三年了 它的这个技术 已经6400身上的技术 已经非常的 我不能说人性化 就非常的完整 它让你的用户体验变得更好了 而不是出了 我其实很不喜欢 尼康佳能上个时代的那种 叫什么单反相机的那种 3000万 4000万 5000万 我觉得高像素固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你用户的体验也很重要 那在640的这个机身上 它就出现了什么呢 比如说它就有这个眼部对焦 比如说它就有这个眼部对焦 那这个眼部对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它你备摄物体在 比如一个小姐姐或者一个小哥哥 在前面晃动的时候 它的直接可以focus在眼上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那以往呢只能focus在face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索尼的用户体验会越来越 越来越棒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你可以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物体在移动 你可以触碰那个物体在你的显示屏上 然后呢在你移动的时候 它会跟踪那个物体进行移动 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的赞 为什么呢 因为在之前我们拍一些广告片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正在做饭 那这个锅是对焦的 那你如果想往锅里加东西的时候 手就会进去 进去的时候呢 手就会被捕捉为主要物体 就会对焦在手上 那你就要进行什么呢 你就要进行这个手动对焦 那手动对焦有的时候 你的锅高一点了 低一点了 它又会有问题 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去调整 这就让你的拍摄呢 变得非常的繁琐 就是你经常要去调整它 那时间成本也很多嘛 而且你一旦忘掉了 那就有可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 你就没有对上焦 那对于这种tracking的这种system来说呢 不管你锅拿起来 还是我说的是从上向下拍啊 就是不管你锅拿起来 还是手进去了 它都可以track你的锅 那我看过一些测评的这个video的clip呢 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 但是具体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可能还是有待于拿着真机去测试 那么在这里说 如果拿了小伙伴 有兴趣借我的A6400用一用 那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测评 刚才说呢 就是这个一些根胶 包括一些动物的眼识别 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用 因为我家里没有宠物 但是有些朋友家里面有宠物的话 你也可以去考虑用这个东西 那再有呢 就是索尼计划在今年过几个月 就会出现对A73 A7R3 A9的一些固 一些software的升级 那这样的话 A73和A7R3 还有这个A9这些机型呢 就已经有具备跟6400一样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 它不会让你去买个A74 A7R4 然后让你花更多钱去升级更多的机身 因为我觉得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摄影师来说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那我觉得还是挺良心的在这一点上 不像佳能 我觉得可能就不太会这么去做 另外呢 值得一说的是 6500很遗憾 不会有这样的升级 就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软件升级 不会让你有这种功能 我觉得可能一个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自身的这个芯片的原因 毕竟是两三年前出现的机型 拍4K已经开始overheat 如果再具备这样所有的功能 我相信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可能也不行了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等A6600 我相信跟6400比起来 可能会比6500贵一点 然后同时也会有一些 这个五桌防抖的这些功能 然后新的功能肯定也会有 但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了 大家一直在 很多rumor一直在说 A71000啊 A72 S3啊 或者A6700啊 真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做 那索尼现在的这个保密工作 我觉得做的越来越好了 之前一直都在说各种 各种rumor 但是最后出了个6400 我觉得保密工作做的 我觉得跟当年乔布斯的Apple 有点类似了 但是这个跑的有点远了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可以多多关注 那如果粉丝够多了 我就可以去参加 A这个索尼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了 那这个希望未来吧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 希望大家给我留言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 视频的点击和留言 真的是好好好差呀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 我就这样 那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